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西洋棋台湾第二大主播Bogan 在这个月我的订阅数终于来到了5000订阅 而这期视频就是来读读各位网友 给我的留言与问题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位A先生他问我 Bogan几岁参加第一场西洋棋正式比赛 大概需要什么水准 参加西洋棋台湾的各场区域性比赛 并没有什么的门槛限制 你只要去缴报名费就可以参加了 而我当时第一场西洋棋正式比赛 应该落在距今差不多10年前 当时的水平跟现在差距差不多将近1000多分 而我当时的水平如此之低落 还是鼓起勇气去参加 所以我鼓励各位旗友网友 只要对西洋棋有兴趣的 有机会就要多参加比赛 因为你如果没跨出第一步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到达什么程度 如果你不跨出第一步的话 你永远就不知道该如何进步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他说 这个J先生他问我 能不能拍一下世界冠军奇王 打计算机升蓝的对局 不要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LEVI先生他问我 Bogan你的Feed Day Rating多少 Feed Day Rating就是国际奇连的国际等级分 也就是真实世界的等级分 那真实世界的等级分跟网络等级分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网络等级分你可以每天想一直想下到你满意为止 但是真实世界的等级分你就要去真实世界的比赛 而且必须比的是国际比赛 在台湾每年的国际比赛也最多就两场或一场 而如果你想要专心爬国际等级分的话 对于亚洲选手来说 多半都要选择的是欧美 像是匈牙利 美国 德国 这种欧洲国家 而我出国比赛经验较少 所以等级分就相对非常低 我的等级分差不多落在1600左右 那至于未来有没有打算出国爬等级分 这个也是未来的事情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者问题 这个火宅人问我 Bogan 认为自己在慢旗三分系列中可以上到多少 我目前的慢旗三分系列 Liches已经到达2000分 我感觉如果继续往上爬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在100级之前爬到2200 希望吧 我们来看下一者问题 这个Y先生问我 Bogan Liches慢旗2100分上不去 该怎么办呢 我跟Y先生说 如果你慢旗上不去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改下围棋 看下一者问题 Andy One问我 Bogan 喜欢骑麒麟吗 好 下者问题 哭泣木人问我 Bogan 之后会拍开局系列吗 这个我再规划一下 不一定 再看下一者问题 M先生问我 如果你穿越古代能够成为世界奇王吗 你说的古代是多古代 那如果是穿越到耶稣降年的时代 我应该有信心可以成为世界奇王 好 看下者问题 这个V先生 金星布鲁斯坦问我 强问教练 初接触西洋期的机缘 如何维持西洋期的热忱 而西洋期很有趣 为何感到有趣 就非常不得而知了 我就是觉得他很有趣 至于为什么会保持热忱 因为下期有趣啊 所以就继续保持热忱呢 下一题 柯姬 柯姬问我 会拍拍有趣的西洋期变体规则吗 不会 李晨彦问我 你最有印象的 也最后悔的对局 这个可以跟各位说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面 这盘棋是2017年 国手选拔决赛 我是白方 黑方是我的老对手 刘叶阳 也是现在的台湾前四强 而这盘对局 各位可以发现吧 我的局面 已经是超级优势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的后 已经跟宝 跑过来这里 准备就要给黑方一波好看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叶阳居然靠了一个魔术 让我之间从超级优势 瞬间数起了 这盘棋让我印象深刻 有机会再跟各位拍个视频分享一下 到底是如何被叶阳变魔术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下盘问题 立嘉问我 我自己的分段 大概在chess.com上的1100分 可能分段太低 所以常常遇到小屁孩 跟他嘴炮 请问要如何调整心态呢 我跟立嘉说 你就赶紧把分数往上爬 就会遇到更多高手 我不会遇到小屁孩的 看下个问题 你这个C先生问我 我是骑子还是塞子 骑子还是塞子 塞子必须有水要泡澡 必须要有浴缸 水很重要量大 浴缸要很大 没有这个小塞子 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泡澡 我是塞子 好 下个问题 这个WONG先生 他说人拍拍 你比赛的对局也说吗 有机会 好 下个问题 这个Y666先生他问我 常常在中局直立调动的时候 不知如何制定好计划 只会帮国王开窗 请问Bogan老师如何制定计划的 我跟这位Y666先生说 中局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如果你好奇 可以加入我们的皇家西洋席学院 欢迎你的加入 好 下个问题 这个C卡卡问我 教练 你怎么练残局的 有什么诀窍 发现教练残局下得很好 哦 你怎么现在才发现呢 那残局怎么练很简单 你就让每一次对局都设法进残局 就可以练到残局了 是吧 好 下个问题 N先生问我 Bogan有想当台湾的国家代表队吗 台湾的国家代表队成人选手 必须要全台前四 下个问题 Bogan一星期去健身几次 我目前一星期健身六次到五次 为了在暑假过后 看看能不能参加人生第一场健美比赛 好的 这集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五千订阅 感谢各位往往的支持 再见